政府和海洋公園早前公布重申方案 包括改變收費模式 改為山下免費開放 山上遊樂設施逐一收費 公園大部分範圍會外判 海洋公園主席劉明偉坦然 公園原有的營運模式 需要大量旅客支撐 坦然現在已經沒有時間 等待旅遊業復甦 被旅客回復以往的水平 他說疫情後旅客會再來 但可能是3至5年後的事 才可以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他強調絕對沒有4至5年的時間等 他承認將園區外判 會令公園有碎片化的風險 強調會做好管理